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考古专家们的最感兴趣的竟然是一件造型诡异的宝类 经过深入的研究终于揭开了它的秘密 到底这是一件什么东西呢 下面小编就来给您揭秘 然后再告诉您它的三个神奇功能 本门所有图片全部来自网络 感谢原作者不侵犯您的权利 请联系本号作者删除 图片与内容无关 请勿对号入座 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在1985年6月 内蒙古通辽市的斯布格图村 准备修建一处水库 来解决农业灌溉的问题 就是工的过程中 挖掘机竟然从黄泥塘中 挖出了大量的青砖 随后一个巨大的坑道 便展现在人们眼前 现场的负责人觉得 这是挖造古墓 于是便迅速联系了当地的门 管部门 经过考古专家的初步发掘 确定这是一处辽带的墓葬 在进一步的发掘中 出土了大量的金银玉石 和珍珠玛瑙等随葬品 而墓主人的身份 根据专家的推断 应该是陈国公主叶玉石 及皇帝辽锦宗的孙女 另外还有驸马爷萧绍举 所以这是一处等级较高 的皇室夫妻和藏幕 当考古专家清理墓室的时候 在驸马爷萧绍举的腰探 发现了一条尖腰带 还找到一件造型诡异的器具 这件器具的模样 和我们家里用到的锥子差不多 但不过它要长得多 足足有18厘米 而且锥柄是玉制 锥体是银制 直到至今仍锐间无比 另外它还有刘金的银翘 因此整体看起来非常精致 那么它是做什么的呢 难道是驸马爷做针线活用的 经过专家们的深入研究 发现这并不是做针线活用的 而是刺银锥 顾名思义 就是刺杀天鹅的工具 在辽带有一种那波的制度 简单的说 就是辽地在春夏秋冬四个季节 会去不同的地方居住 而他住的这个地方就叫做那波 并且在每次那波的地方 都会举行不同的活动 如春季补鹅 冬季抓鱼等等 所以驸马爷爷的这件刺银锥 就是在辽地春季那波补鹅使用的 因此他也就具有了三个独特的功能 第一 杀鹅之气 当时春季那波补鹅 还会用到海东青 这是一种猎鹰 专门捕猎各种天鹅祸液 所以当海东青补到鹅时 大臣们包括驸马爷就迅速跑过去抓住天鹅 然后用刺鹅锥将天鹅刺死 并取出鹅脑 为海东青 让它补充体力 继续补鹅 最后 再将鹅的素囊化开 取出珍珠 因为天鹅里和磅为石 所以也就将珍珠一起吞下 因此在素囊中就有珍珠 第二 彰显身份 刺鹅锥就是身份的最好说明 能参加那波补鹅的当然也不是一般人 即便不是皇亲过期 那也是深得皇帝信任的重臣 所以说刺鹅锥也还是身份的象征 另外 从驸马爷牧葬出土的这件刺鹅锥来看 它做工精致 用料奢华 因此也彰显了它作为驸马爷的尊贵身份 第三 象征忠诚 生前佩戴刺鹅锥彰显身份 死后随葬刺鹅锥 象征着自己的忠诚 当时的契丹人相信 用不自额随党 可以在来世保存生前的记忆 转世后继续被契丹效忠 所以不管怎么说 当时的契丹人 十分看重刺鹅锥的意义 因此也将它视为和生命一样重要的东西 并且至死不离 如今 像契丹这样的补了活动已经没有了 虽然看起来有点残忍 但其实这对后来大辽帝国的武力统治 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如果它一个游牧民族 又怎么能维持两百多年的中央集权统治呢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